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以色列耶路撒冷报道 以色列正准备向两个欧洲国家出口美卡瓦坦克 这将是40多年以来 以色列第一次向欧洲出口美卡瓦坦克 这批以色列美卡瓦坦克将会被欧洲国家转交给乌克兰 用于突破俄军坚固阵地防线 以色列国防部出口协调部门负责人 亚伊尔·库拉斯表示 对以色列武器弹药有这么多的需求 有一个主要原因是俄乌战争 因此以色列正在出口剩余武器系统 包括退役的美卡瓦坦克 但是顾及以色列和俄罗斯的关系 因此以色列只能先出口给欧洲国家 再由这两个欧洲国家翻新以后 转交给乌克兰陆军装甲部队 根据报道 以色列这一次出售的是200多辆退役的 美卡瓦MK2型坦克和美卡瓦MK3型坦克 美卡瓦系列坦克是以色列根据 四次中东战争的经验 专门为中东战场研发的一种主战坦克 美卡瓦坦克的特点是非常重视人员防护能力 因为以色列人口比较少 因此特别关注保护优秀车组成员安全 其次才是火力 最后才是机动性 美卡瓦坦克是一种区域性非常强的坦克 采用的是重装甲防护 重约50亿吨突出的特点就是动力舱前置 炮塔呈尖嘴状 正面面积小 重弹率较低 主炮弹药全部集中安置于车尾的多用途舱 降低了弹药被正面直接命中的概率 步兵战车的布局配备各种辅助武器 因此独立作战能力比较强 可以说是360度防火箭筒袭击 适合城市战环境以及机动防御战的状态 因为以色列边境经常有小规模的冲突 美卡瓦坦克就被当作机动火力点 长期前沿不熟 因此美卡瓦坦克在前线值班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钻进掩体充当可以移动的超级机枪堡垒 而且该坦克后舱还可以当作一个成员轮番睡觉的地方 现在这种地域性很强的美卡瓦坦克 一旦抵达乌克兰战场 能不能打破俄军王牌第58极端军的托克马克三层防线 还要看具体战术了 不知道为什么 美国在军援坦克方面一直很限制 M1系列坦克还有数千辆的库存 更何况M1坦克最初的设计 就是为了在东欧大平原对抗苏联装甲集团军 可以说这正是专业对口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 在6月15日第13次拉姆什泰因援助乌克兰大会结束 美国、英国、荷兰、丹麦、加拿大、德国、挪威和意大利 又承诺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其中西班牙宣布提供4辆鲍2A4型坦克 20辆装甲车 一座可以24小时使用的野战医院系统 荷兰和丹麦将会从德国莱茵基属 数个订购14辆退役鲍2A4坦克 翻新以后送给乌克兰 美国、英国、荷兰和丹麦要提供数百枚短程防空导弹 组成的野战防空系统 以压制前线俄军卡瓦尔武装直升机 对乌军鲍尔坦克的集群威胁 而在加布罗热前线的库班地区 乌军西轮坦克冲锋已经在凌晨展开 乌军第47机部旅和第65机部旅 继续将罗伯纪涅和新波克罗夫卡 俄军防线展开了猛烈攻势 乌军只有占领科帕尼、罗伯纪涅 维尔伯纪等地才能说明乌军突破了 库班地区俄军第一道防线 当乌军抵达托克马克城外 乌军将接近第二道防线 而现在乌军还在警戒线打来打去 俄军方面报道称 在库班战场上乌军连续发动夜袭 每一次都是炮火准备以后 乌军在黑夜当中就发动了攻势 俄军摩布第291团 摩布第70团利用自动榴弹发射器和大口径的机枪 拼命射击拦截乌军步兵夜间攻势 对于乌军来说 只有批入比尔格罗德 濒临科里米亚地匣 彻底一刀切断俄军防御才算是全面成功 可以前进30公里 利用远程炮火压制从俄罗斯、罗斯托夫到扎布罗勒 赫尔松和克里米亚的交通线才是部分成功 夺取俄军第二道防线迫使俄军困手托克马克 只是面前的成功 但是现在乌军的攻势就是刚削了一下苹果皮 天天在俄军警戒阵地上各种的绞肉搏杀 同时库班方向乌军远程火力太弱了 也无法截断俄军从二线向前线的增援调动 现在估计是美国和北约也激烟了 这一次要乌军反攻改善战场态势 夺取前线制高点那些第一道防线 然后等待200辆美卡瓦坦克到位 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 才在F-16战机掩护下 再发动一轮命运的大决战 彻底突击到亚素海沿岸 切断整个南线俄军 俄罗斯方面也嗅到危险了 紧急征兵1.3万人预备打持久战 那么问题就来了 乌军反攻多线展开 为何要掉十个旅 重点打顿戒此刻 俄军再度征兵1.3万 能否挡住乌军攻势 乌军夏季战略大反攻 最终能有多大成果 关于以上三个问题 我将从三个乌军近期反攻动向说起 来为您深入分析 第一个问题 乌军发动多线反攻 军事行动大规模展开 为何偏要调窃十个旅 来重点打顿戒此刻 乌军进攻顿戒此刻 与自身战略有关 乌军此次抽调十个旅兵力 进攻顿戒此刻 说明乌方对顿戒此刻比较看重 从战况分析来看 乌克兰东北部的地区暂时没有投入兵力的必要 乌军只是派遣破坏小组 进行渗透破坏工作 而卢干斯克又基本在俄军控制之下 所以俄军想要从这两个地方突破比较困难 在南部地区 赫尔松大坝被炸 俄乌对战的条件丢失 乌军现在只有扎波罗热和南顿戒此刻有精锐兵力 这也就决定了乌军要将这两个地区作为进攻的重点 乌军希望掌握在顿戒此刻的主动权 乌军此次找到了俄罗斯的突破口 还拿下了多个村庄 这已经给了乌军很大的底气 此次派出十个旅来进攻顿戒此刻时 可能就是为了进一步的壮大乌军反攻的声势 第二个问题 俄军再度征兵1.3万 能否挡住乌军攻势 俄军现有兵力足以应对乌克兰的反攻 从战场情况来说 俄罗斯并没有必要征兵1.3万人 来阻挡乌军进攻 现在的俄军处于防守端 而现代化战争中 防守端占有很大的优势 在兵力支出上 也比进攻方能稍微少一些 俄罗斯在乌克兰已经投入了超20万的兵力 完全有能力应对乌军的反攻 再度征兵 可能是为了将这部分作为预备力量 第三个问题 乌军下季战略大反攻 最终能有多大成果 乌军开启下季战略大反攻 从双方占据来看 乌军最终能有多大的战果 乌军现在士气正盛 俄罗斯以村庄为防线 阻结乌军比较困难 与其浪费兵力争夺村庄 不如直接在城市周边布防 所以前期乌军可能会取得一些小规模成果 这是未来一段时间还可能会发生的事 但俄军的防线较为坚固 乌军要更进一步比较困难 不过从外媒报道的一些消息来看 俄军的防线还是较为坚固的 乌军称俄方在进攻路线上部署了很多地雷 而且西方援助的新式装备 不适应乌克兰的泥泞土地 前线乌军称俄罗斯的防线很可怕 而俄国防部也多次发布战报称 乌军的多次进攻被打退 这也侧面说明了乌军 想要进一步的突破俄军防线有些困难 说到底 俄乌现在正处在攻防护换的位置 双方士气高低 军备数量多少 直接影响到未来战局的发展 具体双方还有多少底牌能打 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